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广州吉木的高密度穿流堆积式的热泵工专箱 解决了原来我们在中药材干燥过程当中的高能耗高人工 然后低效率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箱体每次加工的话是6吨的物料 现在加工的是干草的影片 看一下 这是烘干完以后的效果 这个干燥箱的特点实际上的话是大农料高产能同时低能耗节约人工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整个行业的痛点 那我们看一下主机